台积电雄本厂24日举行开幕典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多位重量级人士 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有望同台 国发会主委公民兴将以国发基金法人董事身份出席 在此之前7日台积电宣布 此公司JASM计划在雄本新建第二座晶圆厂 因应客户需求成长 预计今年底新建2027年底开始营运 台积电雄本一场 预计今年第四季量产12奈米 16奈米 22奈米及28奈米制程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 JASM总投资金额将超过200亿美元 雄本二场也获得丰田投资 取得2%股权 外界预期双方合作研究开发特殊的制程技术 打造自驾和智慧坐舱晶片 未来其实在这个自驾车的部分 慢慢也会导入在比较先进的这个制程 那么这个部分也有可能就会应用在这个雄本二场 目前所7跟6奈米的一个制程 那么未来其实也有机会运用到这个高效能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晶片 在JASM股权方面 海基电将持有86.5%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将持有6% 电装诸事会社及丰田汽车 将分别持有5.5%和2% 未来两座晶圆厂完工后 预估月产能超过10万片 制程技术将推进到7奈米和6奈米 提供汽车、工业、消费性和高效能运算相关应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